每個長槍短炮 龍友站著拍 蹦著拍 趴著拍 圍整個圈這麼大陣仗 究竟他們在拍甚麼 就是這隻明星鳥大勝 拍了兩個星期 他拍得漂亮 還有他開冠 有時我 人們紅了 好像跟他打麻將 他有他賺錢 你有你拍 有時捏到累 他就好像擺姿勢給你拍 你頸這樣 他直接擺姿勢給你拍 他一點都不怕人 很容易拍 據了解 大勝是冬候鳥 由2008年起 成為以色列國鳥 他有長長的嘴 頭戴中黑色魚棺 和黑白色條文的尾語 非常吸正 據龍友說 大勝鳥已經在 觀塘海濱公園逗留多日 而且一點都不怕人 是真是假 先問問專家 這隻鳥很喜歡在草地出沒 因為牠是在草地的泥土找些蟲 或者蟲的蛹來吃的 香港每年都有穩定紀錄 通常每年都超過10個紀錄 大勝通常都比較怕人 有時有些不怕人 有兩個原因 可能就是牠出沒那個地方 可能只有一塊草地 牠只可以逼著在那裡找東西吃 那塊草地到處又經常走過 慢慢牠又習慣了 那些人不離牠那麼近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牠本身不是那麼健康 牠就不會浪費牠的體力去避開那些人 就不要走上草地 留多些空間給牠們吃東西